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个机会 可以接受圣经上的主耶稣自己的话 在这里给你们传信些 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 第31节 32节 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 32节 这两句经文也像八章12节一样 是耶稣基督所讲过话中间 比较特色的也是比较重要的两句话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真是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小的真理 真理必小你们得以自由 我们中文的翻一本 五合本 缺少翻两个字 在年文里面有 所以这个词 所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真是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呢 别晓得真理 真理呢 别叫你们得自由 我们知道 所以是一个连接词 现在耶稣讲的这一句话语 是因为上面 他所讲的那些话 接下来的 他上面是对哪些讲呢 那上面是对法利塞林讲的 那我们上一个礼拜 我们已经晓得了 这些法利塞林 为什么耶稣基督怎么样的讲道 耶稣基督怎么样的行神 而他们不认识他 为什么他们不认识他 在么么了 主耶稣对他们讲 他说啊 你们是从下头来的 你们是 我是从上头来的 你们是说这世界 我是不说这世界 所以呢 这个主耶稣说 因为不认识我是基督 你们必须要死在罪中 耶稣讲这些话语 讲完了对他们讲了以后 你要怎么说啊 主耶稣说 等到你们把我挤起来以后 你们才真正认得我是 就是认识他是神 我们中文的基督是加上去的 那么讲了这些话以后 耶稣基督就是说 所以耶稣对他信他的犹太人 表明他现在讲这话 不是对于这个法利赛人了 他是对于这些信他的犹太人讲的 我们现在请问 我们一个人若是信了耶稣以后 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对不对 我们一信受洗了 我们就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对不对 耶稣基督对信他的犹太人讲 怎么说呢 说你们若常常证实我的道 就证实我的门徒 那表明门徒中间有假的吗 那我说到好听的不是真的 对不对 门徒有不是真的 有真的 那你可以看出来 在信的人中间不全都是真的 所以什么呢 有些不真的 那什么是真的呢 若常常证实我的道 就证实我的门徒 两个字 一个是若 一个是是 若常常证实我的道 就证实我的门徒 若是条件 是是定义 是真的门徒 那是是个定义 是出出实实的 什么是基督徒 评众我们常想 哎呀 我听了道受感动几手 有人都我谈道 慢慢地带领我 让我圣经语初步地认识 然后我就报名受习 我就成为某一个教会的信徒 就这样的话 我们以为 这个就是一个信徒了 没有 一个真的门徒啊 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条件的 若常常征收我的道 所以你可以看见 这个是 这个定义 是根据行动来定义 你行了你才是 真正是的 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 对于我们信的人 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主耶稣在 马太体切章里面讲的 那凡是口里称呼我 主啊主啊的人 不是都能进天国 唯独真心付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嘴里称呼主啊主啊的人 不都能进 不是都能进神的国 唯有什么真心神之意的 是行 行来肯定这个事 这圣经里面很要紧的一件事 所以各位听众中间 我们统是基督徒啊 我们不单单是 按照着教会的礼仪 我们既守切明 我们守造就 然后我们受刑 这样我们就祝得 他们都能让不死的 是什么 是那个行的 是真行我道的 真行常常 真守我道的 真是行 熟是守住 真是你的话语丰富 熟是你不做 一个是做 一个是不做 一个是正面的 一个是奉面的 真正神的话语 主耶稣的教导 都是这样 正面和负面的 一个是叫你做 一个是叫你不要做 你要这个样子 常常这样 那么才是真的门 为什么 主耶稣在 马太福音的一些章里 怎么讲呢 因为他有个道理的 因为他在前面呢 讲到那些假仙子 他们这些人呢 是财狼 不过是批作羊皮的财狼 所以你在外面看起来 是羊 实际上里头呢 是一个残害人的财狼 所以主耶稣说 看他们的果子 就会认出他们的树来 看接受他们的行为 就看出他们的真假来 一个真的 是有外面怎么样 里面怎么样 一个假的 可能行动 这个事不一样 所以他说 你看看他的果子 就知道他的树 果子是什么呢 果子是我们的行为 看我们的行为 就知道我们是真和假 所以主耶稣说 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是都能紧贴过 为他真心夫子一点 才能进去 耶稣基督在这里 也是讲这件事情 也是讲这件 非常要求的事情 而且这个字 在年文 在英文把它翻译 叫做abiding abiding 什么呢 就是活在他的话语里头 他的话语成了我们这个行为的一个规范 我们生活的一个规范 常常遵守他的话 他的话语成了我们的一个规范 哎呀 这样的人呢 才是一个真正是个主的门徒 OK 然后他讲 若是这样的话呢 还有个好处 你必定会得个好处的 不但是肯定你是真的呢 是假的呢 他还有个好处 什么好处 什么好处 他说 你们不晓得真理 刚才给我们看见 一个非常要经的 基督徒要经的事 我们不单是 有conviction 我们也应该有conversion 不单是我们被感动 自己指定自己 就这是个罪人 这个conviction 这种圣灵来的 但这个不够 我们还有什么呢 要有一个conversion 要一个伪转 要一个转变 也说人如果伪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 就不能谨慎得过 我们有一个真正的一个conversion 还不够 我们不但是听到listening 我们还有什么呢 还有living 我们平常常我还是请人来 说哎呀你没来听到啊 你没来听到啊 你没来听到 这对是对的 虽然信道是从听到来的 但是以我们做基督徒来讲 我们不单是listening 我们听 我们还什么 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要有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living 不单是我们confession 不单是我们口里面承认 说我们已经接受主了 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confirmation 我们实实在在 以行为来证实我们的承认 好像一个人光是嘴里面讲说我爱你 但是没有爱的行动 那个的confession 是等于零 没有用处的 我们在信主的时间也是一样 我们说我们心里 我们信他 我们口里承认他是我们的主 我们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我们口里认他为主 我们认了 若是在我们的真正的生活上面 没有的confirmation 那么我们这个承认是空的嘛 你承认他的主 但是他不是你生活的主啊 他不掌管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没有交在他的手里 你不活一个伟生的生活 那个你的confession都不是真的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 对这信耶稣的犹太人讲 这句话语是对我们数有 历代以来信主人 是真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的缺点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缺点 福音只属于不能广禅 不是因为道理不好 谁都知道 基督福音的道理好的 特别是在知识阶级中间 尼罗斯县里 美国的最新的统计 就是年轻的一半人 这些大学生 他们真正问他们的话 他们说他们prefer 认可要基督的福音 他们比较最合适 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道理实在是了不起 真正念一句的话 那真是一辈子也念就不了了 好 但这个不够啊 若是我们光是listening 没有living 那这个有什么价值呢 那个价值就完全不一样 OK 但是除了这个意外 主要说在这件事情上 他讲一个很重要的事 若是你真这么做的话 他说你不晓得真理 这很奇怪啊 我们品尝真理呢 意味是领悟出来的 对不对 是不是呢 我们常常想 我们这个人聪明呢 这个笨呢 这个人领会呢 那个不领会呢 完全看这个人里头的 这个社会的 这个智商是怎么样的 这IQ的有多少啊 这他能够真正的晓得 真正的真理是什么呢 是什么样来的 是基督律去行来的 若是我们真的行他的道 行他的话 我们一件事 他的道我们就能懂的 这是基督的真理 以别的自然界的那个真理 都不同的地方 因为基督的真理 是个生命的真理 生命的真理 不是一种普通的 一般的真理 你若说真正了解他 你除非什么呢 你除非真行 真行他的道 这个主耶稣基督徒在 你当时也讲嘛 也讲这句话嘛 不是听他讲了道以后 有人觉得很奇怪 他没有去问你 怎么能讲这样的道呢 主耶稣他在那里 也讲这句话 人若理智 真做他的旨意行 就比晓得这叫行 或这是出于神的呢 或这是凭着自己说的 看见没有 人怎么晓得 耶稣讲的道是出于上帝的 那一个人理智 要真心神旨意的人 真的 我们讲到常常会遭遇这些事 有的人会听 有的人不会听 有的人听得很受感动 有的人不受感动 为什么远过呢 就看这个听的本身 这个人 所以讲道的好坏 不完全是在乎讲道的人 讲道的好坏 是在乎听众 听众好就不一样 听众好 能够揭发这个传道论 讲道讲得更好 所以是两面的 那么在特别是圣经里面 述提到这个真理 你真正要了解他 除非你珍重他的道气行 不然你不会了解 将到神是信使的 这是一个初向的真理 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真理啊 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实实在在 神是这个信使的 除非你经厌过神的信使 你本来你不会了解的 好像我们传道人 我们这一辈的传道人 是在中国教会 不懂得怎么样 招呼传道人生活的 那一个时代 宣教是整个一杯放手 中国教会自己本身 没有受过训练 信徒不晓得奉献 也不晓得怎么样 招呼传道人 所以我们出来传道 非常非常艰难 到一个时间 我们神自己 连吃的东西都减少 比如说神怎么有吃的 有一吃 有个年长的传道人 有了我们五六个 年轻的传道人 请我们吃淡淡面 吃面的时候 他就问我们一个问题 他说你们讲到 哪里来的 一个一个一个都回答了 到了我的时候 我傻里傻气的 我大声气的说 三顿西饭吃出来的 我讲的话语是吐苦水 为什么呢 因为那几年 我才穿到 实在是非常艰难 有的时候 连真的吃了这一顿饭 下一顿在那里都不知道 就在这样缺乏中间的时候 我经历了什么呢 经历了神信实的供应 他的供应是暗时的 宅人看起来 好像最伟绩的手 差不多是最后一分钟的 他从不卧室 啊 坚固我的一生呢 争相什么呢 争相 有还会没了一张 北德带着骑的六个人去 他们这六个人去 打鱼的时候 一晚上什么都没有打住 真是空空的海 空空的船 空空的胃 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在那一个手 他们对于吃食有问题的时候 主耶稣 那佛活的主向他们显现 吩咐他们把王放在右边 他们等满了一百多了鱼 上来的时候 岸上的时候 已经有炭火 已经有饼 已经有鱼 耶稣就供应他们 让他们不出发 那一次的这个供应呢 使北德一辈子 也不会忘记这件事 耶稣基督的佛活 以他在世界上 身体在世界上 没有两样 一样的省事 一样的供应 一样的照顾 所以圣经有好多的真理 是必须要 你自己经历了 你自己醒了以后 你才是懂得这一件事情 最近还是我有这个经验 有些道理我讲了 我不了解 但我现在经验了以后 我生活的经验 我才明白 哦 你来是怎么一件事 所以主耶稣这个话 非常有道理 OK 那么现在我们要看 第三句话 是第三个子记 这句话里面 他说真理必须要你们的自由 哎呀 感谢上帝 若是我们用行为 来肯定我们的事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我们必定能够懂得真理 所以我常常讲 我常常对神修的同修讲 神修里面上的课 不一定能够保证 我们可以出去传道 神修必须的人 不一定能够做个好的讲道的人 实际上 道是在生活中的体验出来的 若是不是这样的话 你在上面讲的是书本上的话 是讲神学 若是你体验出来 那个真理 了解的真理 那是个活的 但是 若是真正 晓得真理的话 有一个功效 它能解决我们 是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得出自由 反面是什么 就捆绑 不自由 对不对 捆绑 生活什么 是索前 没有出路 不晓得方向 生活就是 完全是在黑暗中间 转来转去 对不对 但是 真理 神经给我们看见 那神的真理 有一个其他的好处 真理是叫我们得以自由 真正地把我们收放出来 是我们过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实际上 自然口袖里面 找出来的礼 就解决了我们很多人生的问题 我刚才讲的 我有一个经验 你们晓得这个 这个点酒 比如说我们家里面中用的 一个红油水 这两样东西 我们常用 这个点酒实际上 擦上去你皮肤痛的地方 破的地方 很痛的 它痛得很短 它有非常厉害的消毒的功效 红油水 你看看它是像水一样的 它的功效 这个消毒的功效很厉害的 它不单是在表面 就是说在表皮底下 它都能消毒的 这两样东西是非常好的 但是奇怪 这两样东西摆在一起 是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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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酒 同红油水 脸上不能一起用的 而且到有什么诊度呢 它能够进到血液里面去的 可以害死我们的 是心肠可以跳动慢 而且可以什么 可以牺牲性命的 我怎么知道这件事 我有一次因为 我的妻子是一个妻子 所以我们家里面 所有的first aid的东西都有了 那她不在家 我们一个小孩子 有一点点 这个 皮肤伤了 我就给她先擦红油水 我现在红油水看起来红红 好像没什么意思 我再拿点去给她擦 等我刚刚要点去 把她摆下去的时候 沈师母就汗了 大声汗了 她看见了 她不行啊 不行啊 这是多的 这个多的 真的是多的 孩子就吃了亏 我怎么晓得的 醒了以后才知道的 但知道了这个泥以后 我得释放 我又不再用这个 我这困难的问题解决了 比方说现在 疼癌变舌 到现在 虽然有这么多的人研究 花了多少的时间 花了多少的金钱 还没有一个 正确的解决这个癌的方法 虽然现在有一些帮助 但是我要完全把它解决 现在还看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癌 怎么产生的 那个真正的礼 找不到 因为它比别的细胞 上得很快 它怎么会增长的 没有人晓得它的癌 什么时候人懂得 颜细癌细胞 怎么增长这个癌 找到了以后 我可以告诉你 第二分钟 这个解决的方法 就找出来 为什么呢 癌找到了 就懂得了 这个怎么解决 感谢上帝 一个真正在主的真理上了解的人 他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 我们人本身常有自我充的 self conflict 我们常常会 想是想得很好 他做出来就做得不好 我们有这种自我充的 他怎么解决呢 明明晓得这个亲业字样 婚外情 不但是婚姻破裂 家庭破裂 儿女有很大的审伤 明明晓得这个不应该做的 但是就一起做了 那怎么解决啊 没有办法解决 内在的东西 谁也不能解决 行李修不能解决 也就是问题的不能解决 辅导的不能解决 但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了 耶稣基督顶十字架的真理 他不但是替死 他是想罪而死 He is not only dying for sin He is dying to sin He died not for sin He died to sin 他不但是替罪 替我们的罪死 为我们的罪死 他想罪死 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 若是明白 我们在基督里的话 他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们也在他里面了 所以他定 我们也懂他同定了 我们若是接受这个事实 今天呢 这个罪 这个冲得 在我们里面的谋断 对我们来讲 我们已经向他死了 他跟我们脱离了这个关系 那才是真正享受自由 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跟你讲 我这个真理不是一下了解的 都圣经慢慢的有启示 慢慢的经历 哎呀 明白以后 真的感谢出 我不必这些东西都叫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了解真理是活动宝贝 盼望今天我们在这里 同你们分享的经文 能够带领你们 祖基督徒的人 让我们不再骂佛 让不但是听 我们要深化 我们不但是受感动 我们要有行为 我们而且要常常的 abiding是永久性的 如果有这样的心 来真心整得到 哎呀 我们就真正能够明白 圣经的真理 同时真理也叫我们 使得以自由 那个自由不是放纵 那是真正的自由 是带给我们无穷的喜乐 上帝赐福你们 为你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有机会 可以今天 在接受电视机 可以向各位传讲 主话语的信息 但愿你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使听众能够领受你的话 放在他们的生活中间 让他们真正享受这句话的恩典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